这样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讨喜滋味的蔬菜 变得别有一番风味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这道 鲜心惹味的虾酱炒空心菜 材料简单又快手 但是要炒出滋味十足的一盘 操作中还是有几个注意点的 带我细说一二与君分享 先把空心菜手工掐成一段一段 耿部可以捏扁,让它稍微裂开 待会儿炒的时候方便入味 建议提早一两个小时把菜清洗干净 晾干 这样待会儿炒出来的菜就不会水哒哒的 味道会更加的浓郁,更加的爽脆 把调味料准备好 五颗蒜瓣 四颗切成小粒 一颗切片留在最后用 干辣椒一个切成小粒 虾酱一大勺 盐,糖,还有鱼露 把铸铁锅烧热 然后放入三大勺油 紧接着放入蒜末 干辣椒碎 再加入一大勺的虾酱 稍微炒一下 会有点儿非溅的油要注意防护一下 蒜与虾酱遇到热油香气很快就散发出来 立刻加入空心菜 立刻加入空心菜翻炒 一定要注意这几样呢都要快速的加入 避免蒜与虾酱炒糊 接下来继续翻炒 让虾酱的滋味 包裹在空心菜上 很快空心菜就炒得稍微软塌 变得透明 这个时候加入半小勺盐 翻炒均匀 再加入一小勺糖 进一步带出虾酱鲜鲜 很快空心菜就炒熟 也入味了 这个时候再淋上一小勺的鱼露 翻炒一下 鲜微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紧接着放入蒜片再翻炒一下 有没有注意到 这最后新鲜蒜片的加入 和最开始热油炒香的蒜粒 为这道炒菜 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蒜香 短短两三分钟 只用三四样调味料 两个蒜香层次 两个鲜味层次 成就了这道鲜咸惹味 又清新爽口的蔬菜 还真是夏日餐桌 配菜的一个好选择呢 多一点点小心思 让我们把家常菜也做出精彩 我是懒香 愿意你分享 生活中美的点点滴滴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传播 谢谢收看 谢谢收看